本次全国两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 受到高度关注 这也是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被媒体问到最多的话题 5月25日 在接受中心社专访时 他指出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很有迫切性 在过去的几年 我们一些反中乱港的势力尤其的嚣张 而且非常猖狂的那样来勾结外国势力 照来干预我们特区的事情 这样对我们香港特区的运作起了很大很大的冲击 同时也是有一批人他们鼓吹一个香港独立或是自觉的那一种变相的独立的思想 灌输给我们年轻人 这样会毒害了我们整个年轻人他们思想的过程 所以我认为现在实在有这个迫切性 我们需要来立这个国安法 5月22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就设港决定草案做了说明 当晚 唐英年作为代表宣读了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支持和拥护这一决定草案的声明 中央政府是按照基本法18条是有权 有这个权利来实施这个法律 放在我们基本法的附件3上面 然后按照18条就颁布 另外的中央政府实在也有这个责任来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2020年也是香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唐英年说 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坚持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基本法 基本法是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的重要保障 基本法是在我们中国宪法上面颁布的 要有一国才有两制 有宪法才有基本法 而基本法是保障了我们香港的权利和我们一国两制的方针 同时也保障了我们生活方式和我们经济发展的基础 我看见我们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 也是牢牢地跟住了基本法的方针和框架来发展香港 我举一个例子 好像这一次我们的港区国安法 实在就充分地反映了基本法上面 所赋予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完全不受任何影响 唐英年曾任香港财政司司长 政务司司长 他长期关注香港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第一个因素 因为我们经过了黑豹 已经从去年的6月份到今年这个时候 差不多要一年时间 第二在黑豹开始慢慢慢慢有点换核之势 就遇到了新冠的疫情 所以就好像双重打击 血散加伤那种情况 令到我们经济大幅度的搜索 我们怎么样去重振经济 最重要还是要需要我们传港的人民 大家共同努力 这样才能够把经济再发展上去的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钢要出台已于一年 唐英年表示 钢要在金融 科技 教育 卫生等领域 提出了前瞻性规划 期待三地共同努力 把粤港澳发展成全球最有活力的湾区 我也提了一个建议 就是现在粤港澳三地 我们在防控防疫方面 大家的成绩实在是不错的 所以我们三地应该可以谋划 一个共同标准 让我们三地的居民 能够更加方便地在粤港澳三地流通 现在因为要到广东去 一去要14天的隔离 回到香港也要14天的隔离 这样14加14人28天的隔离 基本上这个活动已经停顿了 唐英年还表示 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香港要进一步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促进会计 法律等服务业发展 推动对外贸易 发展文化产业